三星今年的旗舰机来了 那我们是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 总算是把这个视频也给干出来了 那这个是S23 这是S23 Plus 这是S23 Ultra 三台机器我们都自费买来测过了 那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就特别没敌 因为我也不知道国内还有多少人在关心三星的手机 我自己是三星用户 我自然是一直在关注 但给我的感觉是周围用三星的人 你真的是见到的越来越少了 一方面 一方面国产的旗舰机技术实力越来越卷了 三星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鹤立鸡群的存在了 另一方面三星这两年自己的产品力也远远不及以前购格了 价格还一直高高在上 咱们国内的数码爱好者们又对于性价比这个车特别敏感 这属于是撞墙口上了 而且当年的Note7事件咱们还没忘呢 三星在国内的口碑这么差完全是意料之中了 但是说实话 我自己作为一个拿S20当主力级 快用了三年的真实用户 我给这台手机的评价是挺高的 尤其是它的握持手感 至今都很难找到 比它更好的一个手感 包括One UI的体验 刚换季第一周你会觉得这个系统非常难受 但是深入使用了这么久 三年的时间了 我觉得它其实有不少独家的特色 所以我也很好奇 跨过了两代火龙坑爹货 S21和S22之后 这个最新款的S23系列到底值不值得我去升级? 它搭载的8KG的定制版芯片 特别版芯片 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今天的视频咱们没有上手体验 看这个时长你也看得出 我们是特别认真的在聊这三台机器 所以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三连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 支持一下我们的新款T恤 只要69元 那么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我觉得三星的外观设计 一直以来都是它的一个优点 就除了几个特定的丑八怪之外 大多数的设计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 这次S23系列也一样 中杯大杯简洁的红绿灯三摄牌物 干干净净 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背板甚至直接就是一块屏 完全没有任何弧度 连S22上面那个金属deco都给砍了 我觉得这样简单一点还蛮好看的 但是三星不一定是基于好看考虑的 可能只是因为这样做比较省成本吧 平直的背板虽然颜值够高 但是手感就真的很差了 这一代的S23虽然边框有一点弧度 但基本上也是没有脱离直角边框的范畴 反而它的接缝处还没有像真直角边的iPhone那么的严丝合缝 所以转折的这个位置摸起来感觉特别明显 特别歌手 这个都能用来刮杀了好吗? 比起带了点弧度的S20 这个S23的手感真的是差了很远了 我知道很多用户选择小屏机就是为了手感 S23的机器确实轻是够轻的了 168g时至今日已经没有几台安卓旗舰机能够做到这个重量了 但是手感又不是光轻了就好了 机身是不是足够的贴合手掌啊 边框有没有割手啊 这些我觉得都很影响到手感 所以你要是为了小屏去买的S23的话呢 最好先去线下摸一摸这台真机感受一下它的手感 你要是盲具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会后悔的 相比之下这个超大杯的S23 Ultra在机身做工上面 简直就是跟两个小弟不是一个次元的啦 虽然说这一代的Ultra和S22 Ultra涨的也没啥差别吧 就是边框稍微不那么圆了一点 但是真旗舰的做工还是真旗舰的做工呀 不管是接缝出的处理 还是背板微微弯曲的过渡 我觉得总体的手感反而要比我想象中好很多啊 就是可惜太他妈重了 234g就快赶上iPhone 14 Pro Max了 哎呀 现在的手机都喜欢往大了做 好不容易有一个中杯也不认真对待一下手感 啥时候才能见到S20这种真旗舰小屏的 而且这S23 Ultra就算边框过度圆滑了 这个边角位置还是各的有些疼的 所以想用到舒服点还得再换一个新姿势 再加上这个手机确实三维比较的壮硕 胖胖的我基本上就是告别单手握持了 翻到正面 哎呀 有一说一 三星的这个正面设计我是真的喜欢 尤其是Ultra的设计 方正的观感配上微曲面 美观和屏占比并存 这套从Note10上沿用的设计语言至今百看不厌 中杯和大杯用的是直屏 好看也挺好看的 但是如果你和S22放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代S23的边框反而要更宽了一些 又缩水了是吧 还是为了省成本吧 反正我的评价是不如S20 对于三星这种做工上区别对待的做法其实我是挺不爽的 iPhone虽然标准款淹了屏幕淹了摄像头淹了处理器 但是唯独做工上标准款的iPhone还是严丝合缝的 哪怕材质和Pro不一样 但你摸起来它仍然是旗舰机的那个做工 边框的过度也算是比较顺滑的 以前三星在这一块做的还是不错的 中杯也还是真旗舰 至少做工上不会给你缩水 但现在的三星给我的感觉 它这个标准版根本就是个廉价版嘛 全身上下是充满了省成本的气息 就这种机器你应该叫它FE才对吧 S223的Ultra不光外观和做工不一样 更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它有这个S Pen 这个一直以来是三星Note系列最大的一个优势 现在Note系列没了 这支笔就给到了S系列的Ultra上了 对于喜欢画画和记笔记的同学来说 S Pen确实是一个难以替代的优势 像我拿来做文件批注什么的 有这支笔的话就会比较方便 而且三星在笔触手感上还是花了不少功夫的 你像苹果的Apple Pencil 如果你开箱即用的话 手感就会比较硬 会有一种搓玻璃的感觉 必须要配合类纸膜和笔尖才能有比较好的手感 而S Pen它是自带一定形成的 它有缓冲 搓上去比较软 手感上就很不错 我觉得是可以开箱即用的 不过对于我来说嘛 它更大的一个用途还是在于 解压嘛 但是关于S Pen我有一个很想抱怨的事儿 就是这个 摄像头击凸会导致手机放不平 这是用笔的过程中最让人头疼的一点 如果你经常要用笔的话 还是带一个能够平放手机的保护套吧 我们平时测手机一般不会去测拍照 因为我们频道是更多考虑性能相关的 比较擅长的这个嘛 但是这个机器毕竟是我准备想换的手机的吧 我以前拿S20发动态的时候就老有人吐槽说 我这个一看就是S20拍的 那我寻思换了这个之后总归没人吐槽了吧 那么相机部分如果由我来讲的话就不太专业了 所以就有请我们这儿的真正的摄影爱好者 飘哥 说是专业的摄影爱好者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专业 但是我们这次拍摄了不少样张 而且我们分别找来了 X90 Pro Plus iPhone 14 Pro Max 来对比S23 Ultra 来看看旗舰机之间的对决 当然 S23和iPhone 14也会作为次旗舰加入对比 首先提醒大家 为了最大限度的折磨这几台手机 我们找的场景几乎都是魔鬼场景 实际你在日常拍摄的时候 其实这里面的旗舰机都已经足够强了 那么废话不多说 先来看看白天的表现 光比非常大的逆光场景当中 五台手机不同的HDR算法导致他们的结果有所不同 两台三星的HDR压得有些过度了 数差的部分甚至已经压出白边了 那两台iPhone的HDR则表现比较类似 但意外的是 14 Pro Max的炫光甚至比iPhone 14来得更大 X90 Pro Plus也存在着炫光的问题 而且高光部分存在着一定的偏磁情况 那这几位的表现呢 我只能说是各有千秋吧 再来看看超广角 这里三星的两台机器暴力的HDR算法展现了威力 太阳的高光溢出比起两台iPhone小了不少 但整体的测光有点发暗 看起来没有其他三台机器那么有这种阳光感 而且S23的太阳边缘出现了断色阶的情况 这个就不太应该了 水面上反射的太阳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炫光是否严重 但这个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以鬼影著称的iPhone在这里炫光反而还凑合 但是S23 Ultra和S23在这里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鬼影 这个场景呢 S23兄弟的表现实在是很难令我满意 接下来是春天大家最喜欢拍的 花花草草 在这个场景当中 我们均使用主摄加光学虚化的方式拍摄 三家的表现其实差别还蛮大的 这里面 X90 Pro Plus凭借着大底加上大光圈的优势 拍出了非常优秀的光学虚化 颜色也非常讨喜 三星的S23兄弟虽然没有那么漂亮的虚化 但是色彩表现是我个人认为最自然的 而两台iPhone在这个场景下的色彩表现 我个人是实在不太喜欢 下一个场景我们切换到人像模式 三家手机的表现截然不同 首先 咱先不说抠图的问题 这两台iPhone的肤色和肤质 你要是去拿它拍女生估计是要被打的 这一点上 X90 Pro Plus就非常懂了 这个磨皮磨的感觉已经可以上杂志了 三星两兄弟则是介于两者之间 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程度 但是虚化方面又是另一回事了 Vivo这个虚化算法看起来还是差点意思 这个虚化基本上就纯粹靠猜 错误的地方还是不少的 而三星两兄弟要好一些 但是在左上角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 好在头发边缘表现还不错 两台iPhone的虚化错误最少 但是发丝边缘的表现还不够自然 总之 这样的场景不论是对哪台手机来说都已经是噩梦了 你想要真正漂亮的虚化 目前还是得靠真正的大光圈 然后我们还拍摄了实物 这个部分我们也使用了各自的人像模式拍摄 几台手机最大的差距其实是色彩倾向 X90 Pro Plus这张照片非常鲜艳 颜色非常暖 甚至有点溢出的感觉了 而iPhone拍实物就太刮淡了 甚至有点让人丧失了食欲的感觉 三星则介于两者之间 说真的 这个场景下我还是比较喜欢三星这张的 当然说到拍照 Ultra让这颗十倍前望的长焦也值得去提一嘴 这个是一倍主射 这个是三倍长焦 这个是十倍前望 我觉得这个十倍画质上确实也没见得有多好 但是它总归是个天头 你确实是可以做出一些好玩的尝试 比如数码变焦的100倍狙击枪视角 比如说拍一些这种小东西 或者比如说拍个月亮 对吧 哪里 拍个月亮 是假的 最后我们也拍摄了夜景 这依然是一个光比相当之大的场景 我本以为夜景的差距会非常大 但看下来反而差距没有前面白天来的明显 我认为它们的表现都是对得起旗舰定位的 主射的这几张 它们最大的差距在于对于高光部分的压制上 Vivo的灯轮廓最明显 而三星有一点点暴力HDR的痕迹 而iPhone则出现了高光溢出的情况 这更多是各家算法之间的差距 各家的旗舰和次旗舰差别反而很小 但值得注意的是 两台三星出现了甚至比iPhone更厉害的鬼影 这个和前面白天逆光场景下的表现一样 超广角的夜景照片里面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鬼影相当的严重 而超广角的这几张画质倾向则和主射差不多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视频拍摄的表现 如果说iPhone拍照已经被安卓旗舰超越的话 视频方面就是iPhone的主场了 一直以来iPhone的视频拍摄都是独一档的存在 安卓确实打不过 但这次的S23系列已经显著的缩小了这个差距 静态画质相当不错 比起iPhone并没有迅速太多 防抖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而且给我的感觉是小号的S23、S23 Plus这些机器 在视频上也没有比超大杯Ultra差多少 但相比之下 X90 Pro Plus拍照非常强 但是视频就明显要差一些了 到了夜晚 三星这代机器的牛逼之处就体现出来了 三星S23 Ultra在这里简直就是个夜市一样 iPhone在这里已经不得不降低曝光来维持帧率了 基本上暗部的细节已经完全没有了 三星相比之下 夜晚拍视频的表现我觉得还不错 总体来说要用一个词来评价S23 Ultra的影像系统的话 就是均衡 当然它也存在着一些像鬼影之类的细节问题 但除此之外这套影像系统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 并且它也足够聪明 拍人拍实物它不像iPhone那么直球那么的所谓的真实 但也不像一些其他安卓机那样过度美化 AI算法这块我觉得它还是找到了一个相对不错的平衡点的 甚至它的视频表现是我在安卓端目前签到最好的 与此同时 S23和S23 Plus在影像上和Ultra的差距 其实并没有在纸面参数上体现的那么大 它们一样有着不错的照片素质和视频能力 毕竟这个部分咱们现在还是要靠计算摄影 相机这块我觉得还是可以给个好评的 好 说完画质我再来讲讲拍摄体验 其实S23系列这次整体的拍摄体验还是挺顺畅的 包括快门延迟在内也足够小 但是它有一个很让人难受的地方 当你比如说要拍一个比较重的计算摄影的场景 比如说人像模式 那你在拍摄的时候趋劲器是虚化的 然后你拍完照 心冲冲的点进相册想看一下你刚才的大作 然后你会发现虚化没有了 一点都没有了 然后又过去好几秒之后 仿佛施魔法一样虚化又出现了 说白了就是计算摄影慢了半拍 这种割裂的体验我觉得是不太舒服的 而且在拍摄色彩丰富的场景的时候 因为这种计算摄影魔法的存在 它会导致你最终的出片和预览时的颜色也会有一定的差别 好了 接下来让云飞回来吧 好 那我回来了 作为旗舰机 这个影像上发力是一个方面 那屏幕是不是也得用上顶级的屏幕才行呢 在这个方面我其实对于三星还是颇有微词的 并不是说S23系列的屏幕不好 相反 这三块屏确实都是显示素质顶级的屏幕 实测它们的DCIP三色域覆盖都是接近100% 在均匀性 可视角度 这些体验方面也都做得很好 毕竟三星自用的MC机材屏幕嘛 但是也确实有一些槽点不吐不快 比如说三星默认用的这个鲜明模式 颜色实在是一眼到有点辣眼睛了 S23 Ultra在鲜明模式下我们实测DeltaE屏幕居然高达2.7 远远高于它自然模式下DeltaE1.1的正常水平 S23 Plus更离谱 自然模式的色准已经不如S23 Ultra了 切到鲜明模式更是跑出了3.8的平均DeltaE 这个模式下的屏幕色彩是完全不准确的 只有你切到自然模式之后才能有比较正常的观感 然后最淡疼的是什么呢? 当你在户外阳光底下使用的时候 这个屏幕会自己给你切成鲜明模式 这个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我们在拍样张的时候 飘哥一开始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 他一直在给我吐槽说怎么拍出来的颜色这么恐怖 修涂修过头了 后面拿回去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屏幕的问题 再比如说240Hz的低频PWM调光 这三台77是全系全亮度低频调光 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对于屏闪敏感的同学 用这个屏的时候看着会比较难受 哪怕你对屏闪没有那么敏感 其实低频调光你看久之后 也或多或少会有点累眼睛的 还有就是老生常态的大杯只给1080P 6.6寸才1080P 这个大果力是真的很严重的 倒是S236.1寸小屏的1080P 我是觉得无伤大呀 这个还能省点电呢 好了 说完影像和屏幕之后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视听上的东西 我们得看一看就是音质 作为这个旗舰手机 它们的外放效果够给力吗? 我们简单的放点音乐给大家云视听一下 音质不光有外放 其实收声的质量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通话的时候 肯定要用到手机中的麦克风和降噪 为了测试这一点 我们以地铁的噪音为背景 录了几段通话 我现在在上海的地铁上 我在用Vivo X90 Pro Plus打电话 我在上海的地铁里 我在用三星S23 Ultra打电话 我在上海地铁里 我在用三星S23打电话 我在上海的地铁里 我在用iPhone 14 Pro Max打电话 我在上海的地铁里 我在用iPhone 14打电话 我在上海的地铁里 我在用小米13打电话 感觉Vivo和三星的通话质量是最好的 人生都处理得很清楚 iPhone的降噪感觉其实是有点影响到它的人生了 不过这几位通话质量也都还算是合格 好了 前面说了很多试听体验上的东西 差不多也该拿出我们极客弯的传统艺能了吧 性能和能效 这次的三星S23系列 搭载了一个有点不一样的8GN2 for Galaxy定制版芯片 这个还是挺让大家好奇的 它到底定制了个啥男 我告诉你 它其实也就是超了一点频而已 确确确说是把超大核的频率从3.2G超到了3.36G 然后把GPU的频率从680Mbps提到了719Mbps 其他方面真的是完全没有任何区别的 当然这也不完全是件坏事儿 毕竟三星的8GN2至少依然是台积电造的 而且就算超了频 实际跑下来非常尴尬 这个三星的S23甚至多核都跑不到我们之前小米13的水平 这个超完频之后调度上可能也没有满血发挥出来 实际跑下来还不如别家不超的机器 单核倒是确实有些提升 毕竟机器都是打在超大核上的嘛 1561分确实是非常强的一个超大核性能了 但是问题来了 一直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超频也就土一乐 真正有意义的还得看能效啊 那么三星的这颗定制8GN2在能效上会不会和普通的8GN2不一样呢? 我们测一下能效曲线就知道了 由于三星和别的安卓机不一样 它有一套自己的调度机制 我直接手动定屏会严重影响性能 跑不出正确的能效 所以我们这次CPU部分就用性能、均衡和省电这几个点位来跑跑看好了 从单核能效的结果来看 这次三星专供的这颗8GN2 体质上似乎也没有任何的优势嘛 单核多出来的60分也是拿0.7W额外的功耗换来的 当我们稍微降低频率之后 三星这颗8GN2的X3就和普通8GN2完全没区别了 多核的结果更有意思了 SR3的CPU多核能效甚至是略微不如小米13的 感觉这个8GN2付Galaxy应该就是改个名超个频而已 肯定是没有经过特挑的 GPU方面受益于超频 SR3跑GFXBench Aztac Ruins的1440P 帧率确实是稍微能够提高一点点 总算是突破70帧了 但是从能效上讲 这个超频也一样是功耗换来的 峰值功耗已经来到9.5W了 如果是跑同频的话 这颗8GN2 forGalaxy的GPU就和一般的8GN2没有什么区别 你知道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吧 这个forGalaxy是不是有点像是给三星喂的糖啊? 毕竟高通芯片现在都不找三星代工了 三星自己也不做Exynos了 你这个SR3系列自家的手机上 这一波要是一点好处也不给 那三星不是血亏嘛 所以咱们就找个高通 抄个频 贴个标 美其名曰定制版 高低你得给点面子嘛 你说是不是很合理啊? 话说回来 我们这里是极客玩啊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们是不可能轻易放过这些手机的 嘿嘿 拿到SR3之后有一件事我就特别好奇 因为之前的普通霸净耳上是存在一个频率上限的 如果你尝试超频GPU的话呢 它最高只能超到690多Mbps 这是高通给它限死了 既然SR3的默频就已经超过719Mbps了 那它会不会没有这样的限制呢? 是不是可以随意超频呢? 可惜 并不会 是我们想的太美好了 实测SR3的GPU部分 最高是可以再超频到730Mbps的 那一样是有最高限制 不允许再超得更高了 不过这样超完品之后 已经比一般的巴金耳高出50Mbps了 跑风也相应的拉高了3、4帧 来到了71帧多 此时的功耗也达到了9.6W 性能比M1又更近了一步 既然这定制版的芯片能效就那样 那游戏表现自然也是没什么悬念了 我们这次也是测了原神的虚密城跑图 分辨率标准720P 25度WiFi环境 众所周知 三星的调度策略在安卓厂商也是出了名的怂 如果不开性能模式的话 S23 Ultra的原神甚至只能平均跑到50帧 这属于8G2吊车尾水平了 功耗倒是控制在5.4W 还算是比较节能的 但是要想有更好的游戏体验 你还是得开启性能模式来玩 那你知道怎么开这个性能模式吗? 按照正常的逻辑 应该是进到电池选项里找找看 那这个电池选项在哪里来的呢? 在这儿 在这个常规管理里面 更多电池设置 这里有这个性能 不对啊 怎么没有性能模式的选项呢? 只有标准啊 噢 我听那个极空弯的云飞说 要找到游戏中心 原来它是个单独的应用 就这里游戏助推器 我们点 诶 不对啊 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游戏加速器增强版 什么优先模式 这到底哪个是性能模式啊? 原来三星的逻辑是这样的 如果你下了它的游戏插件 那么进了这个游戏助推器之后 就是游戏插件的界面了 性能模式的菜单就直接被覆盖掉了 你是改不了的 那你要改怎么办呢? 你就不能装这个游戏插件 你得把它卸载了 你看 这一下再来点这个游戏助推器 这不就有了一个新的菜单了吗? 就这个游戏性能模式 开了之后 你的性能立马就上去了 但是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没有 要想发挥最强的性能 你还得去商店里下载一个GoodGuardians 在这里面有一个ThermalGuardian插件 下载下载之后 你就可以控制你的温度强 遏制降频、降亮度 还有刷新率之类的行为 把这些都设置完之后 你才算是有了一台性能释放比较好的三星手机了 哎呀 是不是略微窥探到了One UI的蛋腾之处呢? 不管怎么说 咱们还是先来开启这个性能模式 看一看游戏表现有没有提升吧? 果然啊 这个性能模式一开之后 游戏帧率是蹭蹭蹭往上涨啊 总算是可以跑到平均55帧了 虽然我觉得在8g2的机器里 55帧还是一个有点怂的水平吧 但至少游戏已经可以比较流畅的运行了 功耗方面S23 Ultra是控制在了整机5.9W 考虑到它的这块屏幕其实功耗也不算太高吧 感觉完全可以放开一点 看频率的话你会发现 三星在游戏里的调频还是动作幅度挺大的 它是一个比较动态的调节 但我感觉不太能理解的是 三星倾向于把四颗中和的频率调得很高 前半层没降频的时候 四颗中和平均要跑到2.4G以上了 反而超大核没有怎么用 这个其实对原神的能效不是很有利 有一说一感觉这个调教不如小米 这个开了性能模式的表现 倒是和iPhone 14 Pro Max挺接近的 但是不如A15的iPhone 14 Plus 当然了功耗上就显而易见的不如苹果了 这个是S23 Ultra的表现 那我们再来看看中杯和大杯吧 这两台机器在性能上都是要稍微差一些的 原神平均不到53帧不如S23 Ultra 也不如iPhone 14和小米13这些竞品机型 当然往好的方面看 相比上一代的S22系列 今年S23系列整体性能提升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对比能效上帧率大幅提高 毕竟8G2相比8G1那是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这么怂的调度是不是意味着温度会控制的比较好看呢? 其实并没有 三星S23这三台机器里 唯独S23 Plus的温度控制的比较好 S23 Ultra和S23都已经跑到了47度甚至更高 比起其他8G2机型还是比较拉的 应该说三星今年确实是显著加强了S系列的散热 但是要想卷过玩了N年均热板和导热材料的各路友商来说 这个难度确实是挺大的 当然了 这个标准测试不算什么 在我们极客湾这里 怎么能够少得了30度5G环境的魔鬼测试呢? 咱们把这个挑战升级一下 看看这三台S23的新机还能不能撑得住 结果这种极限的环境下 S23 Ultra就寄了 5G游戏平均只有43帧 甚至是比不过iPhone 14 Pro Max的 倒反而是两台低配的机器 S23和S23 Plus表现得还不错 都要比大哥来得更加坚挺 这个是让我完全没想到的 当然不管怎么说 这三台S23的机器都是5G可玩的状态 和S22系列的不可玩比起来 进步都非常大了 在30度5G这么恶劣的环境下 这三台手机的温度就更加放飞自我了 轻松飙到50度以上 S23 Ultra甚至已经接近52度了 这个散热表现实在是不咋的啊 尤其是和两台小米13的机器对比 三星的发热还是明显要严重很多的 这样看起来至少大型游戏这一块 三星的表现还是一如既往的掉车尾 跟前代的S22比当然进步巨大 体验上也算是还不错了 但是横向对比其他的8G2机型 三星哪怕在性能模式下都不算是很激进的调度 散热的表现还更糟糕 那刚才说三星是真的不懂游戏吗? 我感觉他们前来是要做些功课的 看完紧张刺激的原神极限测试 不如我们来放松一下 拿S23玩个王者荣耀看看 稍微轻度一点的游戏表现怎么样吧? 首先是轻松的王者60帧的功耗测试 看起来S23 Ultra的功耗还是要比两台小弟要明显高一些的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嘛 毕竟屏幕会更耗电一些 S23和S23 Plus的优化还不错 2.6W左右算是8进2机器里比较好看的功耗了 这三台机器跑120帧的王者自然也没什么问题 性能调度上不算特别刚吧 都没有顶满跑 但是这样对于功耗是比较有利的 尤其是S23和S23 Plus整机只有3.3W 非常的节能 相比之下 S23 Ultra的功耗还是明显高了一节的 这次8进2的性能和能效提升 不光会让游戏受益 更重要的是续航的提升 我们测下来S23 Ultra的续航可以跑到7小时40分钟 比起S22 Ultra多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甚至连最小的S23续航都要比最大的S22 Ultra要来得更强 如果你和小号的S22比的话 那简直就不是一个次元的 只能说8进2确实能效是遥遥领先了 不过三星的这个续航表现还是没有打赢iPhone14 Pro Max 续航提升确实挺大的 但是充电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一世的三星S23 Ultra 既是祖传最高有线45W 无线15W 不送充电器 我们实测下来要45分钟才能充到80% 一小时11分钟充满 比起国内一些旗舰机动不动100W的快充 这个45W确实是过于普通了一点 可能也就比得过iPhone罢了 更要命的是小尺寸的S23居然还只能支持到25W的充电 这甚至都不如iPhone啊 我们实测下来这么小点电池的S23 充电速度居然和大电池的S23 Ultra都差不了太多 哇 这个也太离谱了 反正充电这个方面 三星的表现显然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说到三星手机呢 其实很重要 但又一直比较神秘的部分 就是它的One UI了 我自己是One UI的老用户了 我自然是有不少想法的 但是我这次决定先给飘哥也来体验一下One UI 让他作为一个新用户来弹担感想啊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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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你们知道吗 我刚刚准备激活这个手机啊 One UI就已经给了我当头一棒啊 如果我不插SIM卡我就不能激活 这个真的十分淡疼啊 我本来是没有打算把当台手机来用的 我本来不打算插SIM卡的 这下好了 不得不插SIM卡 乖乖就范 One UI的蛋疼之旅这个才刚刚开始 首先 One UI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很多功能你在系统本身的设置里根本就找不到 你需要从三星的应用商店里下载软件来设置 前面我们就已经讲到了控制性能的游戏插件 更有名的是一个叫做Good Look的美化用的插件 也很棒 但是呢 这些东西全部都要从商店下载 你们知道最离谱的是什么吗 计算器 一个最基本的功能 居然你还是要从商店去下载 这个手机是个计算机 它不带计算器 你知道吗 如果你第一次想用三星 估计你想破头也想不明白 顺便说到应用商店 我给你看看三星的应用商店推荐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你每次下点东西它就是推荐 这样的软件 你知道吧 我感觉可能三星用户 一定很寂寞吧 对吧 什么意思啊 包括三星自带的应用的设置也遵循着能复杂 绝不简单 能手动控制 绝不自动打开的原则 比如说三星自带的浏览器 本身好像还是挺好用的 它比较干净 甚至还可以像Safari一样把网纸框射到底下 这个绝对是好评啊 但是当你想翻译一个网页的时候 怎么着呢 它没有翻译功能 你别着急啊 你不妨先点这个菜单 然后点这个插件 然后再点获取更多插件 再装上这个三星浏览器翻译工具啊 你看这个还是官方做的插件呢 这下你再切出去再重新打开浏览器 这个网页终于能翻译了 这个逻辑真是太三星了 那这种你肯定会用到的重要功能为什么它就不内置呢 而且对于三星来说 他们其实是投了人力物理去开发了这些功能的 那么有很多丰富有用的功能 它全都做成了可选项 你必须自己从商店下载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One UI使用说明书这种魔幻的梗啊 当然我觉得三星这种做法也不全是坏处 它确实是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的 One UI是我用下来 少数可以称得上干净的一个安卓系统 首先它的预装软件并没有那么多 除了常用软件 几乎没有那种需要我手动去一个一个扇的垃圾软件 即使是不进行一大堆设置 至少你不会看到系统里有多少广告 要知道大部分安卓机可以说是广告无处不在 甚至在一些品牌的高端机型上也没有在广告上有所收敛 那我觉得One UI对于普通用户来说 至少是做到了 看起来相对清爽 而且虽然设置极为麻烦 但是在经过了学习和优化之后 One UI可以实现非常多的功能 这点是比很多 虽然设置很简单 但是啥也不给你的系统 要更多我心啊 那对于整个One UI呢 我的看法是这是前一个礼拜会直接劝退你的系统 但是当你用习惯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还是有不少优点的 那至于优点嘛 这个就交给我们的资深三星用户来讲点好了 首先第一点也是One UI最棒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自定义自由度非常之高 当然大前提是都要通过商店下载插件来实现啊 比如说UI界面的自定义 你看一眼good luck就知道了 自己创建主题 自由修改S-Pen界面 自定义每一个锁屏界面的细节 这个换个样式 那个放高一点 这个放大一点 加点透明度 换个颜色 想还是略啊 甚至底下这里你想换个功能 都行 比如我想像iPhone那样 左边换成手电筒 完全没有问题 这样你左滑就变成开手电了 任务栏你想要自定义每一个位置的颜色 改布局啊 或者是只保留你想要的功能啊 调一调这个按钮兼具数量啊 包括你希望任务栏分一级或者两级出现 先显示通知 或者是直接下拉到快捷按钮 全都可以做到 可以说三星手机几乎整个界面都可以实现高度的自定义美化 所以我觉得三星手机其实是可以叫暖暖手机啊 One UI的第二个优点是它统一的设计语言 那这个做的最好的是iPhone 但是在安卓段做的最好的我觉得是三星 不管是图标设计 图标小组件和系统界面的R角 动画设计语言的统一 包括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 就是字体 字号和字兼具的统一标准 三星手机你的第三方应用里的字体 字号 字兼具 都是和系统第一方遵循一套规范 所以你不太会觉得某个应用的字兼具怎么突然拉大了 或者是字体大小样式怎么突然有点违和 统一的UI标准 这个其实是安卓很需要向iOS学习的地方 我觉得One UI在这个方面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像动画这一块就会有很多三星用户 包括我自己会抱怨One UI的动画调真问题 其实这个锅不该动画本身来背吧 One UI的动画设计是很漂亮的 也符合人类的直觉 逻辑上也很连贯 很Q弹 但是三星手机的性能一直都太怂了 性能不行的时候动画就会特别的卡 这也是为什么S23系列的动画 感觉简直比我的S20流畅了一万倍 并不是动画改了 纯粹是因为8G2的性能太强了 三星就算调得比较保守 它至少也能带动动画了 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Bixby日常程序了 其实就是捷径嘛 通过一些编程来实现特定场景的任务自动画 其他一些手机也有捷径功能 但做得最好的我觉得还是iOS的快捷指令 和三星的Bixby日常程序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我希望我的手机在无线充电的时候自动开启吸频显示 但是在离电之后 揣口袋里或者放桌上的时候 它不要开吸频显示 通过日常程序你就可以实现这种功能 我现在放上充电板它就变成了一个钟了 包括我也可以设置如果WiFi信号差的时候 那么自动切换WiFi或者是切成5G 或者我也可以在打开某一个特定应用的时候 触发特定的网络设置 应该说还是很实用的 最后本地化方面 玩UI的本地化怎么说呢 我觉得有做得不错的地方 也有让我特别难受的地方 最基本的一些本地化 像公交卡三星配里有 虽然说不一定能够覆盖到你的城市吧 然后系统层面和支付宝和微信的对接 包括三星有一个不错的东西 就是这个生活助手 比如说你走进肯德基麦当楼 自动跳点餐框 打车外卖等应用会自动有专门的提示组件跳出来 然后快递和航班的自动提醒这些也都有 听起来似乎本地化还不错对吧 我告诉你 有不少特别要命的本地化硬伤 都可以抵消到上面这些优势 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推送 在iPhone上面 微信都是系统级推送的 你哪怕把微信后台给清了 也一样能够收到消息 但是三星不一样 如果你把微信后台给清了 它的消息推送会慢非常多 甚至可能就不给你推了 所以你要想及时收到消息 你就必须把微信长住在后台 这是一个逼着你该使用习惯的事情 我觉得很淡疼 说白了还是不够本地化嘛 包括它的系统选项有的时候翻译的很奇怪 像刷新率非得要叫成动作流畅度 然后眼睛舒适度保护 这个不就是护眼模式吗 还有无线电源分享 这么别扭 你为什么不叫做反向无线充电呢 这个翻译的我觉得是有点不过接地气吧 再者就是因为三星在国内越来越拉垮的关系 很多服务它们自己支撑不下去了 就扔给了第三方 空间管理它们用的是360的服务 然后它的云储存 官方的三星云已经关闭了 就只能转用百度网盘了 所以这个One UI有的时候真的会给你一种很怪的感觉 尽管它有一些非常棒 甚至是难以替代的优点 但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 不发烧的这些用户来说 光是这个系统的菜单逻辑 还有这么多的设置项 还有那些不人性化的地方 可能在你用上它的第一个礼拜就已经劝退你了 好了 今天我们聊的真的是够详细了吧 相信你对于这三台S23系列的新机也已经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了 在我看来 这台Ultra确实是当之无愧的旗舰机 不管是它的做工也好 影像也好 音质还是整体体验上 大多数方面都已经做到了旗舰应有的水平了 没有什么让我完全不能接受的硬伤了 尤其是最最重要的今年换了八进二 所以三星即便调度上一如既往的怂 它的性能也还是足够强了 上一代处理器能效造成的问题也都迎刃而截了 只要你足够愿意花钱 并且可以接受这个234g的重量 那我觉得S23 Ultra是一台好手机 但是中杯和大杯我就不太推荐了 首先中杯大杯卖的也不便宜 同样的价位 各路国产集间里哪个不比这两位强呢? 其次是不论硬件配置还是做工上 这两台机器都充斥着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 我说句难听的 三星你想省成本也别让我看见 我眼不见心不烦 结果你端一坨这玩意上来 我作为一个S20用户 我一看内存还没我的 屏幕还没我好 做工稀烂 手感差了18000里 边框还宽的一匹 电池容量更小了 充电居然还是25W 这算哪门子升级 这是降级吧 你就把S20里的芯片换成8G2 我觉得都能接受啊 就以现在的这点竞争力 我觉得S23真的是没啥够买价子 除非它跳水跳到3499 反正三星的机器 所谓跳水饥黄 手机本身的特色肯定是很多的 如果价格足够给力的话 别的问题其实也都还好说啊 这期视频做的实在是有点长了 我希望确实有帮到你吧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一定要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记得点个关注 也别忘了来我们的淘宝店 极宽店 看一看各种周边 还有我们新上架的衣服 不是这一件 是另外一件 只要69元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